新一集交涉現場 好了 又來到新一集交涉現場 今天是news 星期一的news 是不是真的世界一出到的 可以的 真的嗎? 今晚展會 今個禮拜有些什麼? 今個禮拜我自己有些數碼背的情意結 見到有一點新進展我開心了 講什麼呢?就是講Huzzle CFV的Back就回到V-mount的新的907X的Borg的Back 其實數碼背出Huzzle的Back 都不是第一天的事 但是這個背有一點先天優勢 其實後面有個反螢幕 這個都不是什麼新進展 但問題是反而我見到它 有個創先行的方法 因為你知道現在我們H1D X1D 它沒有一堆XCD鏡頭 無反鏡 它又很奇怪地 就做了一個超薄機身給它 可以塗上mirrorless鏡頭 就像是一個 即是一套組合 是的 它是一套組合我不敢說 因為Huzzle粉絲始終有一大把 可以用回之前的機身 是的 因為500series的機身 其實就真的 實在太多 賣了太多了 即是上月頭 又有月亮特別版 賣了很多的 有很多中華特別版 其實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 拉卡再上一級的玩法 我自己個人都挺喜歡503series的 CXI年代 是的 真的可以開工做用的 不是很像拉卡 開不到工的 那它有些叫做 我不可以說是重大突破 但是也挺咬老本之餘 就真的挺吃腦 出了一個 真的無反機身給它 新背用新鏡 又吃到一些 以前Huzzle鏡頭的 即Huzzle機那種 銀色黑色機身的 效果 我個人就挺喜歡 所以有點像之前那一部 Ultra Wide那部 是的 SWC SWC 都很像的 可能要加個手柄 那時候也是這麼薄的 是的 是的 但是問題我就會覺得 就是說 轉了這樣的樣子 就是沒有了機身 但是它就沒有了Huzzle的靈魂 為什麼呢 靈魂的鏡頭是什麼呢 就是Size鏡頭 是的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當然要用現在的 都是Huzzle鏡 叫了Huzzle鏡 但是哪間公司 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間的 但是這個背 都是用44-33的Sensor 是的 即是50C的 那個Sensor 所以就 是不是有什麼很大進展呢 其實就沒有 你可以說它是舊走新平 但是就終於走正路 我就可以說 那麼 起碼大家 其實 就是中幅片來講 其實以前用500 那些人都會覺得 都很細步 小細步 就在手 有一個腰瓶的方法去拍照 才會有以前的中幻味 這個就是我覺得OK的地方 OK 是的 那麼說起 中幅片 不能不說富士 富士的GFX100 你去過日本做過報道 吹風吹了一大輪 但是其實這麼久以來 它市面上出來的照片 我之前就下載過它官網上來看過 是 那都幾 即是 不俗了可以說 是 有中幅片相對的質素 嗯 即是是超越 我們普通 145的 Full Frame的 相機質素 嗯 但是 TB Reveal 就正正式式 就真的有個Studio Comparison 是 那可以說的Bench Park 是 拿了幾個機器用來做比較過 我自己心目中一定是 GFX100 GFX50 自己那部HR2或3 接著呢 它就正正有一部機 就是Face 1 IQ 1801 是 即是差不多五年前的數碼會來的 是 那就行16bit RAW的File 是 那 就真正是我浪費浪費困過 是 那都幾明顯看到 即是Face 1 就算是說 差不多五年前的機身 8000萬像素 即像素都虧了 但是我還看到是有優勢的 是 在哪方面有優勢呢 其實呢 那當然它就 再行前一步的 它是用ISO35來拍攝的 它只可以給我這個選擇來看而已 但是優勢方面就是說 不論顏色 高光位暗位所有線條的硬正的程度 在一些模糊的環境裡面微細的detail 是 全部都贏 那麼厲害 是的 即使像素不夠一億萬像高 但是其實 在Quality裡面 對你來說呢 還有優勢 但是 價錢是沒有的 因為Face 1 今時今日都還在說 近乎是富士的三倍價錢 三倍 而且對象始終都是一班商業攝影師 或者是非常高端的發燒油 但是 起碼我現在有個位置 因為我沒有辦法可以借到這些機器來上手市 今時今日已經 因為 Face 1有機會借到的 Face 1有機會借到的 是的 其實富士也有機會借到的 富士就應該一定借到 差了幾時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大家方不方便我們去做這些side by side comparison 大家就會有些介懷 是的 尤其是傳媒機構的形式 不過我 我就 可能很多朋友 有時候都會 說 誰跟誰做比拼 是的 我自己有一個 怎麼說呢 我自己有一個 想法的 就是 我覺得一定要同級的東西 價位差不多的東西 才可以拿來比拼 是的 真的差三倍了 是的 當你 完全是 兩個不同市場定位的東西 比較 我自己都不喜歡 這個 這個不關廠商不喜歡我做的事 而是我覺得不公平性 是的 或者有一點題外話 以前我就是買數碼貝的 是的 攝影師 一來就很囂張賣 我說 你的數碼貝二十幾三十萬 是不是代表我賺到二十幾三十萬的錢 那這個是理能力問題 是的 但是我就會一句 加回它 喂 那你二十萬買的corona 二百萬買的法拉里 是不是快十倍呢 不是 這個世界就是 你永遠向高端走一小步 你付出的資源有多很多倍的 所以有時候人們就吹無求疵 或者是 我可以說他們的問題都挺愚昧的 就是你 是不是東西可以很均稱 是on scale scalable的往上走呢 不是的 越高峰越頂尖就越難了 這個就有一點個人心聲 我想多問一點 因為我暫時找不到 那個face one的back是CCD還是CMOS CMOS 都是CMOS 都是CMOS 但是剛才你也提過了 我說有分別的時候 你也說過是富士那塊背照會懂CMOS 是的 還有就是有face detection 用來做對焦的 那始終多了一層filtor和micro lens 在成像方面是有差一點的 是的 還有其實就是 無論是他的bit rate 就是顏色的bit rate 還有AD converter的話 那非相始終都會 就是沿用是拿回最高階的 CMOS 以及他自己的AD 感覺都是最高階的 很正常的 所以就 沒有得可以說 浪費白浪費地比的了 因為大家的focus的市場不同 價錢都是一個很明顯的不一樣的了 是的 那我 就是 再提外話說多一句 是的 那個操作性呢 應該back 就真的差一點 是的 那就是 其實 我覺得 如果你說的都是純粹在我影像上 對 正如你 你也有體用 Sony的full frame 機來比 也都理所多元地輸 是很正常的事 是很合理的 不過要提回我 其實Facebook這個機身速控是很簡單的 但是操作性是在說速度 不只是按鍵的問題 起碼對焦就真的 認真差一點的了 就是富士的定位就是 這一群本身是用135機 升上來的人 無逢膠接的可以用得到 但是無端端你 叫別人用中幅片上機的話 大家可能連搜尋在哪裏都要想一想 那倒是 是的 好了 到第二條news了 這個 第三了 是的 剛才我剛才也弄了第三了 是的 我認為是一個奇怪的結合來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TED ART 剛剛有一個新的 我都可以說是市面上最薄的adapter 是的 在說什麼呢 就是它的TZE01 就讓Sony的e-lens 就放上Nikon Z的機身 那不是多了多選擇價嗎 的確是幫了Nikon的 但是我就會覺得 不怕得罪各位 大家心目中會覺得 G Master之前大家會覺得Sony的鏡子不夠好的 不是 我覺得夠的 現在G Master 才會覺得更夠好 但問題是顏色方面我始終都會覺得Nikon我個人是不喜歡的 現在你將這個配搭的話 大家都覺得不好的地方放在一起 我自己是這麼想的 首先Nikon Z 暫時的鏡子選擇不是很多 真的非常少 但是有了這個配搭的話 就多了很多鏡子選擇 當然最後出來的效果和剛才都要試一試才知道 沒有試過 但是我自己覺得對於Nikon的用家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就算我買了某些鏡子 賣了如果你現在E-mount的鏡頭 你賣完放出去也會比較容易 也會先用 讓Nikon有自己相對焦距的鏡頭才可以 其實是OK的 我覺得 其實說回產品本身 其實看它有些浪費 它真的只有2mm薄 所以這間廣州廠做出來都真的非常厲害 一向它的Adaptor都很特別 都很厲害 就好像把Nikon的鏡頭放上Sony 可以有一群AAF的鏡頭 簡直是神 是的 這些就是 這個黑科技 中國黑科技 其實我又不覺得它特別黑科技 但是它肯做 是的 當然Sony都將AAF的鋪圖局 都可以開完給大家 可以說 你要第三方廠 你要做 它都給你做 現在似乎有些 開始慢慢辣 因為我知道有些品牌 想做Sony AF鏡 但是Sony是不給的 因為我知道 到最初 就向Sony申請 基本上是實給的 實給的 是的 但是現在 有某一兩間廠 就告訴我 某一個品牌 是想做的 但是Sony那邊 就不給了 不給了 提起一點點 這支鏡官方 做了一些測試片 Face Detection 和AAF 都叫做用到的 但是官方有提 有些鏡 有可能 因為法蘭距的誤差 又可能會最近對焦 和無限對焦 會有些少問題 所以官方測試 就完全沒有 所有鏡頭都不相似 但是正常使用範圍 就OK 但是譬如說 你可能做一支Marco鏡 或者做一支Super-Wide 可能會有些問題出現 那麼最容易出現問題 是Super-Wide 是Super-Wide 因為拿盡了法蘭距 它的五差差一點 就差一點 是的 再到下一則新聞 就是Nikon Z6、Z7 它也是一個很重大的Filmware更新 其實它就是Filmware version 2.0 2.0應該厲害了很多 多了一些功能 重大更新 其實很多人都有說過 新的Nikon對焦是有問題的 是 我只是貫之為 它說這個是有問題 是 為什麼呢 它一出的時候 它已經說它自己有Eye focus 是 但是我試過 我純粹去相機店 就拿一部機來看 是 我真的試過它是有Hunting的 真的拉風琴 找來找去 都對不到 是 是 很明顯就是Aggrafum出現問題 這個2.0重大更新 其實它在說 它真的有一個很醒目的Eye focus selection 其實很久之前我們都提過的 就是把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左右掣 就選左眼右眼 這個就正式公佈 大家就可以說 真的可以自己選擇哪一隻眼來做Focus Promasing faster AF 是的 好過就已經是Promasing了 是 然後 它自己就會說到 你可以選擇哪一個 subject 譬如一班人可以多多一點 選擇哪一個人的Focus來選擇 還有有些 本身它自己的AI 不是很擅長的物件 它沒有說是什麼物件 但是它都會相對來說 做得好 是 它提出這些論點 我覺得都有點奇怪 因為其他公司全部都做好了 所以我都可以說 其實如果現在 今時今日 譬如說 我們幾個主流品牌去頂立的時候 反而在轉了模範之後 我會覺得Nikon 真的追得有點吃力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新版本 都要有少少留意的 就是update之後 它support by CAF express 是的 因為我在CBplus的時候 我們也有說過 其實很多 因為XQD其實是Sony 是的 但是原來很多其他品牌 沒有出XQD 但只會出CF express 以為接下來就會多些選擇用 是的 其實它的外表和插針是完全一樣的 是一樣的 就是Hardware的外形規格 是的 也是在講IDE system 但是正式開放 其實可以說是一些拉枕問題 是的 它開放了 它不想付錢給Sony 大家都 它不能不付 它發生物都已經是 不是 那Mature Memory Card 那些廠不想付 是的 不想付 我都希望你可以快點追回 例如拍片的Codec 再多幾個牌子頂立才會好玩 是的 如果只有一兩個品牌 我經常講 某段時間 只有兩個大品牌頂立的時候 那段時間很悶 說真的 我都說 那段時間我開始搞交涉 我想 沒有話說 不夠三個月我自接 是的 沒有話好說 根本上沒有話好說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以為 我們經常抱Sony的口吻 因為 剛好那段時間 我們搞那段時間 就是Sony法力狂追那段時間 是的 可以說差不多是他們第二代部機 來回才開始 第一代仍然在辛苦 是的 好那到下一單新聞 說回一些 我以前色彩管理的東西 X-Write 其實我覺得有些奇怪的東西 它出快再大快一點 叫做X-Large Mega的尺寸 Color Checker 這麼搞笑的 是的 根本上我覺得 是沒有技術可言的 當然沒有 只是那張東西 做大句 不是 很明顯看到 就是色彩管理這一行 沒有什麼可以搞的 是 出快再大快一點 但是看回它那張圖 很大塊 真的很大塊 似乎 是它差不多六倍這麼大塊 是的 多大 平時我們用開那塊 都已經是一張A4紙這麼大 現在是六倍 即是這張桌子不大 我不知道 1米乘米半 是啊 所以我不明白它搞什麼 這件事 不是 你放在一些 遠一點的地方都會用 可能是航拍機用吧 不知道 所以 我覺得 我以為是4月1號那些 Apple Full的Jokes 講開X-Write出了一塊 其實也要講回Spider 我以前的公司 正式把他的Spider 放到以前的Bundle 就是Spider Studio 和Spider Checker Pro 都可以是Spider X的版本 實立的版本 就有它的套裝 OK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都是一些色彩管理行業的更新 基本的更新 基本的更新 好 下一則新聞 跳了跳了 剛剛不是說了 Nikon的Film update 是的 Olympus也有Film update OK 其實我想如果有些用家 買了EM1X的東西 應該會生氣的 為什麼 因為什麼意思呢 就是本身 如果你是 甚至乎你是EM1 Mk2 升級上去EM1X的人 可能你還會生氣 是 因為他將整套 他AF的能力 就真的完全轉移 回到EM1 Mk2 那我又覺得 不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他主要賣點 一體化 一體化 還有連拍 是的 初多 你們試這部機的時候 都說他的追焦能力 是高過 以往 Olympus機 現在就被EM1X 2 追上來 都是齊頭 總好過 總好過 更新的員會經過 會經過 因為 就算Olympus 官方都說 其實這兩部機的定位 其實是同規的 是同規的 連拍的張數 和速度 我們那時候 提到 當我們如果要拿 Canon 1系 或者可能是 拿Onicon D5的Series 連回 大炮 加起來 加上數 相對起 Olympus 拿它的PoSeries 可能加上 D5的Tele 的時候 價錢都是有 兩至三倍的分別 這個都可以說 是一些 很入門的 機動性高 的機身 相對來說 4.3的一個行列 就可以省下錢 其實 如果你譬如 拍攝野生動物 或者拍攝 外面的運動 那個Sensor 那個 Iso 其實它的意義 不是那麼大的 因為你用很低 Iso 都很夠光 運動場 基本上 大光燈搞不定 你就輕變很多 就是鏡頭 還有 以4.3的Range 裡面 Zoom的Range 都再闊一些 所以其實換鏡的機會 都少一些 是 是 好了 我再講多兩樣東西 其實就是一些 我覺得是一些 GJ的資料 是 說什麼呢 就是 Ken Long就出了一條片 是 他經常都做這些 是 GJ 說自己的Mounts 有多好 其實我們自己 經常都會說 就是 大家都會經常說 DSLR 和Mirrorless Kolin 經常都會說 終於對焦了 他又拿TTL 對焦系統 那個差距 就拿這個東西來 簡單來說 單反 始終是分開兩個系統 是的 感光和對焦系統 是分開的 無反就是同一件事 是同一件事 所以無反就少一些出現 對焦不準 失焦的問題 要麼對不到而已 但是這條片就是另外一個新觀點 是 這個我都覺得是 即是他講好過我講 是 講得很合理 就是說 即是只要那個法難距越短 是 中間的光線的interference 和他折射的機率 就越低 是 所以就可以令到成像效果更好 是 這個 我就會講 無反都會有 是啊 所以他就不只是在講他自己 是 他真的在幫全部的無反機 就連接了 是啊 但是他也有一個 挺實質的 的comparison 就是說 即是他的RF鏡 和他傳統的 DSR鏡 哪支好一點 我可以講這個intention 好像告訴別人 他的DSR才是正式跪低的 我覺得如果用Canon 來 就由Canon說出來 是啊 其實是有些奇怪的 因為他還沒出無反之前 他經常都講到單反有幾好 是啊 所以 他出這條片的時候 我就反而在講 就是說 他的公司 對他自己的單反和無反之間 那個態度 怎樣轉變 開始 驅分在他自己 跟我們政策一樣 是啊 所以這一下 我覺得 哈哈 他這個比較 我亦都覺得 不關法蘭區的事 如果跟法蘭區影響那麼大 以前的中幅 不用用了 不用用了 是不是 他 事實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要有身賣身 是真的因為以前的鏡 他的解像度 因為那時候拍到飛林道 是沒有需要那麼高的解像度 那時候要求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用舊鏡 用在新機上 你會覺得不夠解像度 是的 如果你拿回舊鏡 本身設計上 已經不是那個解像度 是的 用在新機上 然後你就畫了 新鏡 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因為這個 法蘭區短一點的原因 是比他好 那我自己覺得 有一些不公平的 對一些舊鏡來說 是啊 不過在做鏡的技術 其實大家已經看到 我自己 你說我 Sizeback 說怎樣都好 就是說 其實現在看到新的RF鏡 就算你同一個SPEC 它的Size都比原本那支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 不論價錢 它的造工 它的Physical的限制 計算完之後 它要製造同一個Quality 或者更好的鏡頭 它的Size都要增強的時候 可想而言之 它要花多少東西的努力 才會令到它的成像提升呢 是的 所以就 要玩身買身 就一定是肯定了 但是問題就是 當大家對相片的要求越來越高的時候 Canon 終於要開始擠大 劈點牙膏了 鏡頭也要出大GD 當然它收回來比較貴 但是它這樣說自己的舊鏡 我就覺得它的舊鏡有點不低 它的二手市場就是恐慌性拋售 我會覺得這樣 那由命至於 我就會建議大家這樣做 建議大家拋售 但是不要恐慌性拋售 就不要恐慌性拋售 但是問題就是 我會覺得它好像略嫌太早出這些片 麻煩你趕快發聲多些 你的鏡頭才弄這麼多 你只有幾支鏡頭的時候 那你叫現在的人 還買不買你的鏡頭好呢 是啊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是Canon用家 其實有一扎更新的鏡 比如小白IS-3 或者是851.4L 其實它現在有851.2 但是那些比較近代的鏡 就是用不著的 用在無反度 但是你這樣出一出 那如果我在Canon用家 我還敢不敢買那些鏡呢 是啊 我自己會覺得 它還夠強 它走去擠牙膏 因為今時今日就是 當部RP 趁它那支35mm尺寸小的 完美尺寸的時候 但是Sony已經說 我正在出一支24.4L 是小支的 是1.4L 是啊 是啊 是24.4L 是小支的G Master的時候 那你就慢慢出一些定招小 才讓人家有鏡洗 你下下出這麼大支的時候 你又想機身小的時候 根本上就是 我們以前在串 Sony說自己的機身 和鏡頭不配合的時候 那現在Canon 就正正走分同一條路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就是當你以前串人的東西 全部指回到自己的時候 這是有些好笑的 真的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會犯這個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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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說自己的 是啊 不過也是那一句 我自己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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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有趣 因為是 是 是 但是 我會 就是 其實 接下來 這個世界 Canon 也好 Nikon 也好 Panasonic 那些鏡頭也好 那些鏡頭那麼大 那些鏡頭那麼大 其實是否真的 符合這個市場的需求呢 是啊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懷疑的 是啊 是啊 那我當然希望他們 那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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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會好 還有就是攝影這個範疇 整個cycle 就是我們也有上一年多 就是你猜 你猜未實發生過嗎 非林年代也發生過 就是以前單機 個個拿一部F1很威型的時候 但是你consumer grade 每個都是拿一部小的機仔 就越出越細 其實非林後期都是很細的 就是 即是我們TC-1 然後我們G-R 每個都出一部小的機 小得來又要支鏡是漂亮的 那些事情都發生過了 那為什麼數碼的時候 還可以夠僵接多指牙膏呢 就是多些人沒有幾億 不知道 但是盡力 希望他們都會快點醒 是啊 好 那到這個禮拜 就是我們最後一宗news了 是啊 喂 有個袋子很快 在Kickstarter上 嘩 很快就 24小時 24小時 存了這個25萬美金 是啊 到我現在 這麼厲害 這個什麼袋子呢 到我真的按進去看的時候 它已經placed了 已經315萬的人 嘩 這麼誇張啊 因為我們看那個news 不過都幾日前了 那時候是25萬 不過現在是25萬是講美金 現在是300萬是講港幣 是啊 我沒想過袋子還可以做 我可能會拋頭去做袋子 其實我又覺得不奇怪 去年呢 其實Pick Design 去年和慈典很好賣 是啊 只不過是 有少許不計 因為它長進嘛 這牌子出些東西 就是 現在呢 我看完Kickstarter 他說它的內容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設計都是白癡的 是啊 這個袋 這個叫什麼 Duo Day Pack 是啊 Duo Day Pack 是啊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為什麼 我們要分析一下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短時間 籌這麼多錢 我又有慢慢聽 吳Sir說那條片 但是之後我也有看回那條片 那他又說什麼呢 那條片呢 就是說有一條拉鍊 開完之後 你可以整個袋打開 這件事 我覺得已經死定了 你作為一個相機攝影師 攝影師 什麼都好 一條拉鍊開完你的袋子 我無論是你自己開也好 或者你被人拆開也好 你擺滿了這麼貴重的相機 即我們現在的相機都說 可能要Double Play 又加Felco Strap 來hold著鏡子在裡面 你一條拉鍊開了之後 第一 已經說那些東西在裡面是不安全的 第二就是開一條拉鍊的時候 那些東西在另外的位置跌跌跌出來 但是 認真說 因為我之前 那時候還在舊公司 我介紹過一個袋子 我很喜歡的 就是 Mafotor有個Polite 其中一袋 是 它都是可以全開整個袋 但是呢 它是在中間某些位置有鎖 有鎖的 你要解開那些鎖才可以全開整個袋 變成我收拾東西進去的時候 其實是很方便的 很方便的 所以我沒有買到 是啊 但是 如果這個袋子 我看到它似乎沒有這個設計 沒有這個鎖的設計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蠢的 還有呢 它當一條拉鍊 我也做過一個袋子 其實大家要明白拉鍊是有方向性的 是 它出一條拉鍊是可以拉三個平面的話 那條拉鍊已經扭了幾個九十度 是 那還要你揹一根相機的時候 就是負重 你這條拉鍊一定不順的 哦 還要防削拉鍊 所以其實這個設計 我覺得呢 是肯定很有問題 那確實呢 就這樣看也有些問題 因為呢 如果它那個 弧度要這樣拉呢 其實應該中間呢 會有三四個位 是卡的 是卡的 是啊 因為這個呢 認真說這件事 P-design 裡面都有出現 這件事 是啊 因為P-design 右排其實都是一個 三圍的拉鍊 某一些袋某些位置 它都會有就是那個拉鍊位不順 這個問題 然後它有另外一個位置 叫做pop camera cube 那個就是將一塊 我們那些 就是海綿的間層 在裏面這樣 是 其實這些位置就是 等於它不secure的地方 你知道鏡頭裡面肯定搖 所以我插這個袋 插到不得了 這個和 又是P-design 都有這樣的設計 是啊 還有P-design 都好一點 P-design 是做了很多的三角形 是 它是用一個很好的fellicle shape 將它撐住了 是 那個方法還是聰明些 它呢 就有奶硬的東西 還有最後一個位置 我要插它 就是 跟P-design 同一個問題 就是 你開拉鍊的時候 那塊眼是會硬著自己 看不到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會有一個 就是 就是 出個好的袋 都出個聰明些 是 因為它挺英俊的 事實 很簡約 我認真說 買袋有時候 外形都是 很重要的 都是行先的 真的 任何人 包括我自己 都一定是 你的樣子 你多好用都好 樣子 我一定不會想的 是 不過我始終現在都會說 如果 相機袋還是像聖醫箱一樣 我都不會買 就是因為樣子 就是因為樣子 所以其實它還是聖醫箱的 我覺得算是OK 算OK 你看看你自己的尺寸 都放上去 我這些背上去 應該是 應該是小學生 對呀 那些日本小學生 很大學生 很小的 真的 我自己有一點點 comment 就是我覺得它 沒有一個位置 給我高速地拿相機出來 是啊 它一定要在背面帶 作為一個相機袋 我覺得這件事 幾 幾 致命 是啊 其實你看到它的背囊帶 都知道它不是開背囊 你會見到它 很隨便 那些背囊帶 一定是拍背的 就是我做過外套袋 你要貼背 其實那個帶的曲線 今集你說的 你做了很多事情 是幾十歲 什麼都做過 這麼害怕 OK 好了 今天就發完一封 說了這麼多話 今天先聊到這裡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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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